弟兄姐妹平安 谢谢各位给我服侍的机会 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四节 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到绝欢乐 并且为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教会 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哥罗西书》有一个特点 就是讲到丰富 他说神是丰富的 基督是丰富的 基督徒也是丰富的 那么比如说《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三节 他说基督有一切的智慧和知识 知识和智慧很丰富 比如说第二章第九节 神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 比如说二章十节 我们 那就是教会了 教会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 三章十一节 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 三章十六节 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哥罗西书》讲很多上帝的丰富 能够相对应的就是以福所书 以福所书第一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也讲 我们基督徒有丰盛的基业 基督向信徒所显的能力极其浩大 大过今生来世一切的全能 教会充满了神的丰富 求主帮助我们眼睛被打开 看到神给我们的丰富 看到神给我们的美好 看到神的爱 看到神的大能 这不是一种虚假的安慰 这是一个基督徒在世生活 需要常常有的眼光 我们是有福的 我们是幸福的 我们不嫉妒别人 我们也不交情 如果你今天有很多钱要给我 我也很乐意有 我很希望我们都富有 都尝密 都富贵 都漂亮 都有健康 都有学问 我想神也希望这样 但是神要我们这些蒙福的基督徒 知道一件事 我们得到了主 那是永远的丰富 永远的福气 你是富足的弟兄姐妹 教会是富足的 因为我们有基督 如果教会有一切 那么漂亮 像欧洲的很多大教堂一样 没有基督 那就可惜了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知道 我们信耶稣的人 非常有福 当然各位可能 你是非基督徒 或者就算是基督徒 你想听听看 我们有什么丰富 我们钱没有比别人多 我们学问没有比别人大 我们连长得不一定比别人漂亮 神给我们的丰富是什么 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 有一个星期天 对班上的小朋友 讲说 女孩子要有的是内在美 如果你只有外在美 没有内在美 没有里面的美好的圣灵的果子 基督来的信心 那你会后悔的 讲了一个钟头 讲完了 跟前面一个小女生讲 玛丽 你现在要内在美 还是外在美 她说我要外在美 然后后悔 各位不要弄错了 我再说一次 金钱财富 今生的发达 不是坏事 是神的祝福 所罗门非常地富裕 所罗门非常地有学问 巴拿巴也是一个有钱人 财主不一定都是下地狱的 就如同乞丐 不一定都是上天堂的 是看你有没有信靠上帝 好了 那这就真的很难表达了 你怎么对一个五岁大的小孩子讲 你们真的要有里面的丰富 比外面的更重要 更美好 我们如果有爱 有上帝的爱 我们应当有上帝的爱 因为神把他的爱 丰丰富富给我们 我们应当有上帝 给我们的神儿子的生命 人有神的儿子 就有神儿子的生命 有神儿子的生命 就是有永生 不仅是死后上天堂 是我们现在认识主 就开始有神的丰富 慈爱 怜悯 光明 盼望 平安 这两个我觉得是特别需要有的 一个是盼望 一个是平安 我觉得在我们台湾 很缺少就是这两个 很多人都会讲 政府没有给我们盼望 明天在哪里 青年人的未来在哪里 老年人的未来在哪里 没有盼望 其实我不觉得盼望 是这个世界上的 权柄能给我们的 它不能给我们 保罗说了 看得见的盼望 不是盼望 看得见的盼望 会过去 只有主给我们的盼望 主给我们的永生 再一次不是死后上天堂而已 而是我们现在 有上帝的生命 这个盼望 是因为神奇妙的爱 让我们有的 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也把万物跟他一同 白白地赐给我们吗 神会把一切的丰富 给我们 而且继续给我们 我们得专心地信靠他 我们有盼望 各位 我七十岁了 你们不管是几岁 前面有没有盼望 我在等什么 我们在等什么 我们的盼望就是 老的时候有一笔退休金 身体健康一点 这个都不是不好 我们有没有更深的盼望 如果我们认识主 认识主的伟大荣耀 认识主 创造世界 管理万有 最重要的 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 复活 我们有盼望 另外我们有平安 现在好像很多风吹草动 一下我们就会被吓到 没有平安 会被疾病吓到 会被谣言吓到 各位 政治上的事 我不多去讲它 我要说 每个信耶稣的 你不要有亡国感 因为你在的国度 是永远不能被震动的 你在的国度 是上帝的国度 上帝会把世上的国度 都震掉 使那不能被震掉的长存 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话 我们是有盼望的 我们是有平安的 我们跟神和好了 我们也会死 我们也会担心 我们也会担心 是不是有癌症 是不是有什么病 我们会 我们还是罪人 但是我们有圣灵 给我们的那个平安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丰富是 包括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我们有上帝永恒的生命 其实最多最多的 我觉得就是爱了 我们常常思想 神怎么爱我们 我们也彼此相爱 甚至我们在社会上 也有主的爱 如果是我们很丰富 为什么保罗讲 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怎么还有一些缺陷呢 这个我们要从基督的拯救讲起 哥罗西书第一章二十一节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 因这恶行 心里与他为敌 我想照原文来翻译的话 是你们从前心封闭 这句话里面 原文没有讲神 我们并不是只是对神隔绝 我们的心是关起来的 不只是对神 而且有敌意 原文也不是心里与他为敌 就是我们的心里充满了敌意 各位 你不妨想一想你自己的状况 什么叫有敌意 什么叫隔绝 我看年轻人都很能懂 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 这个在床上下来 就有叫起床气 好像不知道谁得罪了你 就脸上就是一脸凶相 然后就不高兴 气爸爸 气妈妈 气别人 我不知道各位旅行的经验多不多 你去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国家 有没有哪一个国家 或者民族 是比较善意的 耶稣说过 因为不法的事争多 人的爱心就简单了 现实的世界 充满了罪恶 欺诈 狡猾 让我们就提防起来 你们从前心封闭 且有敌意 行为邪恶 个人是这样 团体是这样 民族国家也有的时候是这样 二十二节 但如今他 他就是神 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也就是基督的患难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自己就是神 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责备 也就是说 神借着耶稣的宝血 把我们洗净了 借着圣灵 让我们成长了 把我们都引到自己 引到神的面前 神借着耶稣基督和圣灵 完成了救恩 耶稣在十字架上 成就了一切的工作 后来圣灵降临下来 是把耶稣拯救的工作 继续把它实现出来 却还没有完全地实现在 实践当中 这就是保罗讲到的 他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因为主耶稣 道成肉身来到人间 承受了一切的上帝的愤怒 也完成了上帝一切的 律法的要求 我们因着耶稣 我们得到拯救 这是完全的 各位千万不要有任何的想法 就是基督的工作没有做完 基督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完了 基督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好了 他已经完成了救恩 洗尽了我们的罪 升上高天 坐在自大者的右边 他已经完成了 尤其从上帝的永恒来讲 在永恒里面 我们都是永远被拯救的 我们不需要做任何事 来帮耶稣结束 基督把一切的工作都做好了 这一个 我们要确定认识这件事 一切的事 你的拯救 你的成圣 你的家庭 你的未来 从永远到永远 神有美好的计划 都已经完成了 这是真的 如果你把这个放在心里 我下面就可以讲的大胆一点了 这是真的 但是我们人 凡夫属子 活在时间里面 基督对我们的拯救 还没有完全 我还会生病 我还会犯罪 我还会死 我还需要主 让我更圣洁 更善良 在永恒里 这已经做好了 我们放心 已经做好了 他既爱世间 熟自己的人 就爱他们到底 到底 绝对不会有一点点的疏漏 可是在我们经验中 在时间的经验中 我们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 或者说基督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 要借着圣灵来继续的做这些事情 二十三节 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 根基稳固 坚定不移 不致被引动失去 福音的盼望 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 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 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 传福音 听福音 信福音 稳固 成长 都是教会的执事 或者福音的执事 耶稣基督都做好了 但是后代的人 一代一代的 我们也要实现 基督的患难 没有完全吗 完全了 但是基督的患难和基督的工作 在我们有时间里面生活的人 还有很多事要做 还有许多 未得之地要得到 还有很多属灵的征战要打 这叫保罗说的 在我肉身上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不是基督没有做完 是在时间中要实现 我们还要跟着去做 那就是教会了 我们做基督已经做好的事 基督已经做好 我们还要做什么 基督借着我们继续去做 基督借着我们把他已经做好的事 实现在这个世界 所以当我们说 信耶稣有永生 信耶稣有各样的祝福的时候 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体会 因为神给我们的丰富 爱 平安 可能用一个方式来了解比较好 就是神给我们的是种子 而不是果子 神给我们爱的种子 让我们去耕耘 去浇灌 去让它慢慢长起来 这些都是比喻 就是我们活在世上 我们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这些路显得不得了 这些路常常我们走错 摔跤 甚至背道 跌倒都有的 但是我希望弟兄姐妹 始终能够认识一点 主已经把一切的工作做完了 他爱他的教会 包括我就爱我到底 我们不是厚脸皮 我们也不是不顾现实的艰难 我们知道有好多三一样大的问题在前面 我们知道我们有很多的毛病 个性是一直改改不掉的 我们活得有的时候很痛苦 怎么还是不圣洁 还是不善良 身体上生病 我们有没有办法说 我现在完全好了 我相信有啊 你的体温一直都是保持在什么状态 你的什么检查指数都是正常的 你好了 你完全好了 属灵的室友吗 我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完全好了 我什么时候能够确知我是一个得救的人 有没有什么症状让我知道 如果你说有是一个东西 你看到摸到或听到 就能够很有把握 我说没有 各位 如果今天天上有声音 或者有一个神机 在天上上帝写了字 某某某 你的罪完全被赦免了 你刚看的时候很兴奋 过了五分钟你就会想 这是上帝写的 还是撒旦写的 我们人总会动摇的 各位 不会动摇的就是圣灵 不会动摇的就凭着我们的信心 任何的感觉上的证据 都是次要的 我们需要 丰丰富富的求主 把他的话 把基督的道理放在我们心里 各位 我不知道神会怎么带领你 但是还是用这句话勉励各位 三章十六节 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 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 放在我们心里面 我们彼此相爱 彼此教导 彼此扶持 彼此提醒 基督已经做完了一切的功 但是这一切的功 实现在时间里面 我们还没有看到 我们在陆续的看到 我们相信 我们也确定 神不会失败 我们相信 我们也确定 神在教会里面 在工作 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 神在教会所设立的 第一是使徒 第二是先知 第三是教师 其次是行异能的 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 帮助人的 治理事的 说方言的 这些事 都是在每个教会里面 神继续要工作的 神借着这些人 借着麦克风 借着电 借着捷运 借着各样的事 让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聚会 我说一句大胆的话 捷运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陷 不是基督有什么缺陷 而是在时间中实现的时候 神使用了各种工具 万事万物 包括捷运 包括有意识的 没有意识的 因为圣经是这样讲 神以风为使者 以火焰为仆役 风 海 各样东西 万物都是听命于上帝的 蟑螂 蚊子 绿过性病毒 也都是一样 我们因着知道 神在掌管一切的事 我们就有平安 因为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 是得胜的神 圣经里面很少 神直接做一件事 神总是借着 祂的受造物来做事 神借着祂的受造物 这些受造物 有的是神喜悦的 有的是神不喜悦的 在罗马书第九章就讲 有的器皿是愤怒的器皿 有的器皿是得荣耀的器皿 我愿我们这里 每一个人都是得荣耀的器皿 我们都是因着圣灵感动 让我们这些卑微的 会犯错的 实在不好的人 说主我在这里 请你怜悯 请你使用 主借着 祂的受造物来做事 愿你是那个 喜悦顺服的受造物 神不是直接 把埃及的军队都杀掉 然后让以色列人出埃及 如果神要消灭埃及人 实在太容易了 可是如果没有摩西 以色列人还是进不了迦南地 因为他们是乌合之众 摩西补满了基督患难的缺陷 摩西怎么能补满 任何人不能补满 我再一次说 基督完成了一切的工作 但是在时间中 神的确是借着人 一件一件的事来做 摩西是耶和华的仆人 耶和华使用他 各位 你要做大事 神就会大折磨你 摩西是要做大事的 摩西有一颗 正义的心 摩西有一颗 同情的心 摩西很聪明 有智慧 有这三个条件 聪明 正义感 还有同情心 让他实在应该是一个 好的领袖 但是他对上帝的认识 对自己的认识不够 神就磨练他 磨练磨练 磨练到他 真的是为人谦和 胜过世上万人 神要在人承认 我不可能做事的时候 神来做事 摩西是八十岁 八十老翁了 神呼召他 来带领以色列人 摩西的工作 其实有两个 一个是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 一个是带领以色列人 进迦南地 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 最大的困难 是法老和埃及人 带领以色列人 进迦南 应该很容易 因为以色列人 是上帝的选民 结果 第一个任务完成了 第二个任务失败了 明书记十一章十一节 摩西对耶和华说 你为何苦待仆人 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 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 加在我身上呢 你为什么给我这个工作做 拜托 摩西年轻的时候 救国救民舍我其谁 现在真的把这个工作给他了 他说我受不了 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 岂是我生下来的呢 你竟对我说 把他们抱在怀里 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 直抱到你启示应许 给他们祖宗的地区 很辛苦 很艰难 而且摩西所抱的 你们的牧师所抱的 长老所抱的 不是一个吃奶的孩子 是一个踢跳厮杀的人 好难哦 摩西没有办法了 这些百姓要肉吃 我哪里给他们找得到肉呢 他们都向我哭号说 你给我们肉吃吧 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 我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立刻将我杀了 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 各位 基督上帝 做完了一切的工作 还没有发生的 他也做完了 一切都会有最好的结果 我们看不到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只能在时间中 回想过去 预测将来 站稳现在 我们只有在 不断地会犯错当中 依靠上帝 求神来帮助我们 我也在想 我们要怎么求神帮助我们 各位你不要想说 我不是领袖 我不要做管理的工作 各位你不能不做领袖 你不能不做管理的工作 最少你要管理自己 你说我不去整理教会的 一大堆乱七八糟的 你最少要把你的书桌 整理好 你最少要把自己管理好 你有责任 因为你不是自己的人 你是重价买来的 你有责任 把你的生命管理的好 因为这是上帝托给你的 所以我们需要管理的好 上帝教给我们的工作 我们做不好 怎么办 我相信我们很多时候 尤其在华人的文化里面 我们就会说 要更努力一点 加油更努力一点 我看很多牧师都是这样 每天睡七个小时 教会的工作没做完 那就睡六个钟头吧 还是没做完 五个钟头吧 还是没做完 就是 如果事情很多 做不完 怎么办 再努力一点 有的时候 有些人可能 是需要再努力一点 可是很多时候 已经到了极点了 怎么办 所以很多牧师就最后就辞职不干了 你知道 耶稣给我们的建议是什么 耶稣说 你要求庄稼主打发工人 也就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包括我今天所讲的 我希望我们都认识一件事情 工作 主的工作做不完的 而主的工作 是一件非常好的工作 因为只有主耶稣把这些挑战 这些难处 带领人归主 建立教会 主耶稣说 那个叫收取庄稼 那个是一个赚钱的事情 那是一个有收获的事情 那是一个喜乐的事情 你在收割 但是就是你的东西太多了 太丰富了 我没有办法做得完 那怎么办 你要求庄稼主打发工人 各位我想每个教会 包括你们教会 都很注意这一点 请弟兄姐妹来参加 某某训练会 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 我们一起来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是基督的患难在我们身上 因为真的很难 摩西也受不了 耶和华对摩西的建议也是一样 不是说摩西人你要再辛苦一点 再努力一点 要鞠躬尽瘁 死而后以吐血而死 跟我们中国的那些英雄一样 要为国家为教会 最好昏倒了 营养不良 睡眠不足 心肌梗塞 没有 你叫70个长老来 我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 分次给他们 他们就要与你同当着 管理百姓的重任 免得你独自担当 让大家一起来做 这都是不容易的 因为你要训练 你要花力气 你要把宝贝给别人 而且有一点 这在民宿记里面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多去讲的 民宿记里面 到最后那个高峰是 摩西不能进到迦南地 另外还有一个高峰 就是可拉党的叛逆 在前面还有很几个叛逆 为什么他们会叛逆 为什么他们对摩西 这么大胆地抵挡 有解经家说 当神把那个灵 分在其他人身上的时候 其他人有能力了 其他人也就看不起摩西了 我也会了 你那套算什么 各位求主帮助我们 越会 越学到本事 越谦卑下来 摩西 是上帝的仆人 他一个人没有办法做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整个教会都需要 大卫也是 上帝的仆人 上帝并没有叫 以色列的仇敌 就突然消失了 上帝可以做这个事 但上帝没有 他不是每件事都来自己做 他使用他的器皿 在撒姆尔记上 十七章四十七节 大卫对哥利亚说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 用枪 因为征战的胜败 全在乎耶和华 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 耶和华可以叫哥利亚 啪就倒地死掉了 但是神很少做这个事 神有做过 以色列不要用一兵一卒 敌人就 就逃走了 就撤军了 但是不是每次都是这样 许许多多大小战役 以色列都要自己去打的 那么 我们依靠上帝来做事 我们依靠上帝来补满基督 患难的缺陷 我们发现 越是去做 就越丰富了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这是耶稣说的话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并且做比这更大的事 因为我往父那里去 耶稣就停在这里了 耶稣去父那里 为什么我们能做更大的事 我想 答案是在约翰福音附近都有讲 我往父那里去 猜浅圣灵到你们这里来 各位耶稣 他复活升天了 到父那里去干嘛 在圣经里面只有 罗马书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 耶稣在父的右边做什么 就是为我们祷告 哎呀 这个带祷的事情这么重要 耶稣就这两千年 就是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祷告 也包括就是预备地方 其实所有主所做的事情 都是在修剪建造我们 耶稣为我们预备地方 就是耶稣在天上为我们祷告 让我们在地上 越来越能成为一个 和用的器皿 哎呀 我们很荣幸 主成就了一切的工作 我们很平安 我们可以有安息 我们不必烦恼 事情主都做好了 就跟创造的时候一样 神看是好的 神的创造之功已经完毕了 神做的都甚好 而且完全了 但是这是给我们的信念 我们活在时间当中的人 我们还有很多路要走 神对以利亚也说了这句话 神先给他吃 给他喝 吃啊 喝啊 因为你要走的路很远 任重道远 弟兄姐妹 我们感谢主 我们有很多的单子要单 很多的路要走 哎呀 这些路 这些单子 每天回顾一下 愿我们都感觉 无比的甘甜 每天回顾一下 也吓出一身冷汗 我怎么走过这条路 我们感谢主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基督做好了一切的事 没有缺点 但是在人间 在时间里面 每一个时代 摩西的时候 以利亚的时候 亚伯拉罕的时候 亚伯拉罕的时候 耶稣的时候 保罗的时候 我们今天 一代一代的基督徒 都继续的被主 塑造 主在他们身上工作 以至于他们补满 或者实现 主已经做好的工作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 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 我们实在是 有盼望的人 我们的盼望 不至于羞耻 我们实在是 有平安的人 我们的平安 没有人能夺去 我们实在是 喜乐的人 我们的喜乐 这个世界不能给 我们有世界不能给 世界不能夺去 叫我们享受的 平安 喜乐 和盼望 我们感谢你 最重要的主 我们有你 我们有你和你的十字架 就有了一切 我们求主让我们 把所有的 不断的献上 好叫我们 越来越丰富 也越来越两手空空 因为你给我们 我们就献上 你给我们越多 我们就献上越多 我们献上越多 你就给我们更多 凡有的还加给他 主啊 愿你厚厚的 加给我们 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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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